确实动 不会吧 不 No 太夸张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长哥 欢迎回到昌然哥评评里的系列啦 那么这一次 又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香土剧单元 我觉得香土剧几乎美发必重 而且香土剧都有非常好的题材 今天的香土剧终于换了一出了 叫做春花旺路 春花旺路好像是大概三四年前的 也是香土剧啦 那今天我要分析什么片段 是一个开刀的片段 以及一个判断病人脑出血的片段 我有听说这两个片段非常恶搞 但我还没有真正的看过 那本集影片一样是跟486团够合作的 我们就给它看下去 首先先看一下这个手术房 看起来有点简陋啦 不过看起来上面灯光是有的 然后大家看起来穿的还蛮专业的 有法帽 然后有无菌手套 有手术 整个看起来还不错 至少不是那种恶搞的香土剧 听说是动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这个伊隆有演过 这是大刀啊 大刀一定要全身麻醉 但是他缺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叫做麻醉医生 这麻醉壳医生通常要站在病人的头端啦 而且病人在很深层的麻醉下 没办法自己呼吸一定要插管 然后接着呼吸器 所以现在病人还没插管 他还放着这个氧气罩 还没有进入一个插管的一个步骤 等一下应该会演他插管吧 但是没有麻醉壳的意思 嗯 哦开始了 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蛮有霸气的哦 诶 等一下 说好的麻醉跟插管 他不会就要这样子直接开宝 完全没有麻醉跟插管的步骤 现实这种状况下 那麻醉下去病人没有呼吸 病人就GG了好不好 不会吧 病人在带着氧气罩的状况下 病人在带着氧气罩的状况下 没有任何麻醉跟插管的步骤 然后就 手术道就给他挖下去 好吧 我还是太高估台湾的乡土居好不好 就 就 再强调一次 这种大刀啦 一定是全身麻醉 要插气管内管 接呼吸器的 也不可能这个氧气罩啊 氧气罩一定是病人要自己自主呼吸的状况下 那个氧气罩才是有用的 回到一般的病房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monitor 那个监测器 感觉就没有接上去啊 好像只有一条 看不太清楚 写100 那个可能是血氧浓度啊 但其他的这个导线 什么心电图啊 就心率啊 其他东西都没有接上去 完全不合格 如果是真的是一个 开一个冠状动脉绕道手术这种大刀啦 一定会放气管内管 那一种这种大刀的关系 基本上出来会在家户病房啊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 他开刀前跟开刀后 一样都是带着氧气罩 至少氧气罩 他看起来的这个上下是带的是正确的 没有带反啦 然后旁边接一个氧气筒 然后他手指夹的那个是血氧侦测器 还是有一些对的地方 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吐槽 我靠客业断层报告啊 以心肌梗塞环为几段 不是做照道手术的一段开关 这个有志好不容易开完这个大刀 然后病人出来 然后还在跟他接家属解释说 他心肌梗塞的范围太大了 没办法靠冠状动脉手术 这什么意思呢 反正心肌梗塞之前有影片跟Podcast 跟大家讲解过啦 心肌梗塞的意思就是我们心脏上面的冠状动脉 产生了堵塞 那心脏的冠状动脉又要去供应我们心脏血液跟养分嘛 那今天心脏上面的冠状动脉发生堵塞了 心肌会怎么样 心肌就缺血嘛 就缺氧嘛 那就会开始坏死啊 那对于心脏的收缩功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病人就有可能会心率不准致命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比较单纯的心肌梗塞 我们现在都是靠心导管解决 所谓的心导管就是心肌梗塞 就是冠状动脉那边产生堵塞嘛 我们可能就从手或从脚的血管去做心导管 就是沿着那个血管一路往上走 然后走到冠状动脉 我们就可以在冠状动脉放根支架 或者是做这个气球扩张 总之就可以把堵塞的地方可能打通啊 那我们心脏就可以再度获得灌流 所以这是比较简单心肌梗塞的处理方式 但是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心肌梗塞 例如说可能是两三条以上的血管 同时发生堵塞或都是很严重的堵塞 这时候单纯用心导管可能就不太够力 可能就要直接开进去做所谓的 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那绕道手术就是从我们的 比如说从我们的腿上去静脉 或是从就是乳房的内侧去静脉等等 那拿这个好的静脉 去对那个堵塞的那个冠状动脉做一个绕道 绕过去让你这个堵塞的地方 它可以白PASS堵塞的地方 你的末端的血管的末端 就一样可以得到这个血液的供应 这就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那他现在就说 虽然说做完这个绕道手术 可是他说心情可能才范围太大了 不是绕道手术就可以解决了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怕乱血 你回忆现在心中 已经没我的负担了 利芬的心脏太严重了 并不是这一次单纯的 冠状动脉绕道就可以解决 那这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算做完这个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心脏也可能没办法恢复到百分之百 然后你心肌缺氧坏死的那个地方 它就会去影响整个心脏的一个收缩 那这样子慢慢摆下去 心脏它可能进入到一个状况 叫做心脏衰竭 心脏衰竭就是我们心脏收缩的力道 已经不够大了 它没办法非常有效率的 把血液往你的肺部 以及往你的全身疏受 所以在心脏衰竭的状况下 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 它得到的血液供应就不够了 那病人会有什么这种状况 可能就是会疲倦 会喘 它没办法做太费力的事情 可能爬几街楼梯就开始喘 那睡觉的时候 甚至没办法平躺的睡觉 因为可能跟一些姿势 或一些肺部的积水有关 它甚至可能要稍微立起来 睡觉才睡得早 那面对心脏衰竭的病人要怎么办呢 医疗越来越发达 针对一些就是还没有到末期心脏衰竭的人 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药物控制 那如果药物控制的不好 外科手术介入 我们可以装所谓的心室的辅助器 这心室的辅助器装进这个心脏衰竭的心脏里面 那个辅助器就等于像一个邦普啦 它可以帮助已经动不太好的心脏 把血液更有效率的往全身打 这是所谓的心室辅助器的部分 那再更差一点 如果病人心脏肺脏都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常常听到的叶克膜这一类的 心肺的体外循环的知识 当然也是可以有帮忙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撑到可以做心脏移植 对因为你想一下 你心脏都已经衰竭到 内科药物没办法控制 然后需要藉由这种辅助器啊 人工心脏甚至叶克膜 你其实你就是要撑到最后心脏移植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讲到心脏移植 -现在你会心脏怎么中够 我以为他给你办法就是心脏移植 他讲到的心脏移植 不错不错不错 给这个乡土剧一个赞 到目前为止逻辑都是正确的 除了前面开刀 真的是太荒谬之外 -我们会做心脏移植 被吹掉配对心脏 -那不是简单的事情啊 -没错没错 -必须要捐证者 判定脑死一药再当官 -而且现在 -我们奇怪移植的人这么多 -我去离婚最后是 -他去担被吹掉 哦不错 这个真的是有做功课啊 当你严重心肌梗塞发生 外科手术处理之后 病人可能还是会慢慢进入到 所谓心脏衰竭的状态 那心脏衰竭最终 就是靠那些东西撑着 还是最后要等心脏移植 那心脏移植它不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脚膜移植那么简单 脚膜移植是死者只要生前有写过 就类似气管绝症同意出 同意捐出眼脚膜 那这个病人往生之后 其实就可以捐出他的脚膜 但心脏移植不一样 心脏移植你不可能从一个 就是往生的人身上取出他的心脏 这样子心脏是没办法用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心脏已经损坏了 所以像心脏移植这类case 一定都是很不幸的 可能是出车祸 出意外 结果意外这个脑死的一些人 因为脑死的关系 他们其实是脑干 他们生命中处死亡了嘛 但是他们其实他们在呼吸器的支撑下 在一些维持生命的机器的支撑下 他们的全身的器官 其实功能都还是良好的 但因为脑干受损的关系 他们已经没办法再苏醒过来了 所以像心脏移植这类器官 只能从这类 就会发生意外车祸 脑死身上的人 而且他们又同意做器官捐赠 才有可能会拿到这个器官 所以就导致这个器官的来源 非常的稀少 而且等待的人数又众多 常常就是很难等啦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 比较严重心脏衰竭的人 我们放这个心事辅助去啊 然后放这个叶克膜 放这个人工心脏 去等那个心脏移植 有时候是真的很难等 真的很怕说等到很多血酸产生了 然后开始什么中风的 都还没有等到心脏移植 然后病人都过世 这其实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目前台湾 因为器权风气不胜 所遇到的一个单体 那另外一个片段 听说也是蛮好笑 我们看一下 这个X光片非常的古老 因为大家现在有去 如果你去医院看过病 又知道现在X光片 什么时候都满是电子的话 都大家医生都会从那个 电脑点出来看 然后这个X光片 是非常古老的X光片 就是那种黑白晃灯片 然后你还要放在那个 背板会发光的地方 你还才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我猜这个场景应该是 健安他撞到头 然后去切了一个电脑断层吧 等一下 这个电脑断层看起来 切的位置不太对啊 如果他撞到头的话 他应该要去切头部的电脑断层 但是这个电脑断层切起来 是胸腔跟腹腔 最下面四个 那个电脑断层 你可以想象这个病人 躺着进去 其实是横切面的意思 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横切面 然后你用横切面去看 所以下面四个中间一坨一坨 那个是心脏 那个看起来是胸腔电脑断层 然后下面他就是切到腹部的电脑断层 有看到肝脏啊 有看到皮脏之类 肠子之类的 他是比切错位置 我觉得这些太扯了 他看着胸腔电脑断层 还有腹腔电脑断层的影像 然后一脸认真地跟他说 你是奴内出血 虽然说我觉得他前面讲那个 心脏衰竭 或需要心脏移植 这部分非常正确 但这边真的是太扯了 他电脑断层根本就切错部 他根本就不是切脑袋 所以他不可能看着那些影像 就诊断他是奴内出血的好不好 这次感谢这个台湾项土区 还是提供给我那么好的题材 可以分析一些医疗知识给大家听 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欢迎提供给我更多题材 好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 就欢迎追踪我们的频道 那可以去方格子订阅我的医学专题 然后到PACAT搜寻唱狼歌 那也可以加入会员 给频道一点小小的知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